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杂志一项是以文字为主的 这个呢 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定位 现在市场上杂志呢 多数是以专业社科类杂志 然后大部分是消费杂志 而我们杂志要做的呢 就是以广告为主的杂志 什么是以广告为主呢 就是三分之二是广告 其余三分之一的一半是软性广告 你想得容易 你让我们广告部去哪儿拉那么多广告啊 就是 现在就这些已经很困难了 都是压低价跟别人抢过来的 哈哈 不用担心 爱小方爱助理之所以大胆的说这番话 他是有实力的 我告诉你们啊 他已经把16家客户都签下来了 哈哈哈哈 真的吗 这么好啊 那太好了 哎 我跟你们说啊 明年的改版啊 压力最大的 就是你们设计部门了 会相当辛苦的 哎 还有这个艺术总监梁爽啊 只要对公司好 辛苦 其实没关系 只是 我我担心 你是担心 杂志失去你原来的风格是吧 那我想说 如果这杂志 再不改变它原来的风格 就是死路一条 那与其这样 不如把乐意杂志的主旨跟名字都改了 叫消费杂志好了 就是啊 是啊 好了好了 在今天的会议上啊 我们要特别表彰的 就是我们功劳最大的 艾小芳艾助理 正是因为她及时调整了方案 得到广告客户的认可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这么多客户签我们杂志 说心里话呀 这是我们多年都见不到的 我希望啊 大家都像艾小芳那样 积极建言献策 正创一流的企业 好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大家散会 别再诱杀了我的宝贝 你别想那么多了都会过去的 怎么可能啊 一个跟了我十年的杂志 马上就要面目全非了 有点舍不得 是不适应吧 都有 我的想法呢 我是觉得 人要在不断调整中 来适应这个社会 而不是让这个社会来适应你 那个艾小芳呢 就是比你多那么一点点的 商业敏锐重 所以她才能抓到商机 你 你 我现在是一肚子火 你别惹我 我 我说错话了 是我不对 她 她世俗 其实也不是 我就是觉得 她来了以后 我好像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我觉得很压抑 你跟她哥哥 还有那个合作吗 有啊 合作都签了 你不会因为有合作 所以才觉得她好吧 你这话怎么说的呢 公归公私归私 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呢 这还差不多 来 休息会儿 喝粥 去去你的新活 吃完了就困了 还有没干完的活呢 别管她 吃吧 吃完以后睡会儿再做 我叫你 来吧 你 来呀 来 来吧 一平 你爱我吗 当然了 我只要你心里有我 就算再辛苦 我也觉得很幸福 别想太多了 睡吧 嗯 嗯 你自己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